壹傳媒近年業績持續惡化、財務問題備受關注 公司最新的業績顯示 銀行借貸達到4億8500萬 而有大約2億1500萬是要在三年之內償還 但截至3月底子 公司銀行傑存及現金儲備總額就只有大約3億 而除此之外 公司早前就出售香港及台灣一周刊等業務交易告吹 被買方殺償金價達到4億1600萬 有關官司到現在還未解決 對財務同樣構成嚴重不明欄因素 面對著財務壓力 公司已將台灣的物業等額給多間銀行 換取取到銀行原資 物業在3月底帳面值總額是6億6400萬 資深投資銀行家溫軒立認為 壹傳媒當然可以以新債養救債的方式去維持盈看 但目前銀金收緊利息又逐漸攀升之下 籌措新債的成本一定是較救債公案 另外光大新鴻基財庫管理策略師溫傑也預計 壹傳媒可能要求現有股東供股集資 但現在壹傳媒股價只是在良豪市的水平徘徊 如果沒有利好消息刺激股價 就難以有效地進行股本融資 東網財經記者會願意不得 愿意要注意很 많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